水起 風生 水起 要多的福音就會風生 水起 那接著呢 就輪到這個下巴了 整個屁股 是的 我真的給他一個名字叫屁股下巴 因為這些是新的 古代就沒有這些樣子 這個… 林青霞 林青霞 還有那個卻德格拉斯 都是這些下巴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這個下巴之後 見到那個人是做明星 說他有演藝天才 我發現我很多朋友 或者是周圍的人 有這些下巴 現在越來越多 為甚麼 以前不多 為甚麼現在多 原來這個下巴 特別是家 那你將家戒開了 那就是家分家了 對吧 分家的意思 你可以說這個叫離婚下巴 又或者感情容易出現障礙的下巴 因為家破開了分了兩角 所以記住 如果有這個下巴的話 盡量遲點結婚 或者真的兩頭住家 或者找一些結婚來的婚 也好 希望避到兩頭住家 不是叫你娶兩個老婆 或者嫁兩個老公 是兩個家裡得人婚 這個得人婚 這個得人婚 這個認不認得到 所以這個原來是婚姻感情不好的下巴 我們除了下巴之外 有些沒有… 就這個… 差點這個畫得這麼漂亮 也忘了說 原來這個… 我們有時的人 很大個喉吾突出來的 原來叫結喉怒恥 結喉的意思原來有喉吾 所以記住了 你看上書 如果見到結喉的意思 就很大顆喉吾叫結喉 結喉怒恥 就語謀必蝕 也不好的 還有結喉怒恥 對於衰防凍死他鄉 這個是不好的上 結喉的意思很大顆喉吾 還要笑起來露牙肉 要叫結喉怒恥 而且瘦的人結喉上可 即是瘦的人結喉沒有問題 肥人結喉就是大胸 因為你看到多數有這麼大顆喉吾突出來的人 是瘦的 你很少見到肥的人這麼大顆喉吾突出來 所以原來肥人有結喉是代表短命 瘦人有結喉 無所謂 接著還有這個尾下巴 尾下巴我們做觀眾例子 也做過很多次 尾下巴的意思是 一個下巴闊一點 窄一點就叫做歪 或者整個這樣篩過來都叫做歪 原來下巴 三十前是看左邊 三十後看右邊 三十前三十後 物質欲望就不是很平衡 又或者瘦那邊 人不是很守得秘密 又不是很熬得 闊那邊 他就是守得秘密 一定是以闊那邊為好 窄那邊為不好 所以你寧願左邊生得不好 千萬不要右邊生得不好 我們現在整個相都是 你會發現我們看榴槤 整個面的左邊 都是看三十前的 整個面的右面 都是看三十後的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了 看榴槤辦法很多種 我們有這個簡單榴槤法 有糾汁榴槤法 有那個慢法榴槤法 慢法榴槤法 就是左眉三十前又眉三十後 左法令三十前又法令三十後 那這些叫慢法榴槤法 有一個簡易榴槤法 就是眉26至36 記不記得嗎 眼是36至46 鼻是46至56 嘴是56 嘴是56 66 所以你的嘴長得好 有時下巴長得不漂亮 它的運可以頂到66 所以記住 如果你嘴不漂亮 下巴不漂亮 運到60歲就停了 如果嘴漂亮 下巴不漂亮 就可以到66歲才停 所以下巴來說 可以由66歲開始也可以 接著我們說 笑起來 下巴這個位置 有兩條紋走出來 那你又不要看錯 因為有時是捧場紋 有時不是捧場紋 捧場紋原來在臉上斜斜 一條坑這樣叫捧場紋 但有時的人 整臉你不笑 它都有很深的紋 那一條叫皺紋 不是捧場紋 要笑才有 捧場紋其實不是一個紋 有紋就不是捧場紋 它一定是笑起來 有個坑 那個坑叫捧場紋 叫捧場紋 但我通常見到 是男人才有 對 很少女人有 那可能以前的年代 男人容易出名些 女人比較難 可能現在的年代有多些 都可以留意的 接著呢 智同脈 智同脈很簡單 上唇我說過 就被人黏飲黏食 嘴角來說 就是是非 嘴邊這個位置 就是代表 他經常覺得不夠錢 這個成章 用飲食出現問題 下巴呢 代表家 那下巴有什麼 是代表什麼 家裡經常流水 對 下巴有一個脈 然後家裡穿了個洞 家裡穿了個洞 不用問 當然是爆市渠 試一下流水窗滿 滲水 經常流水情況出現 那下巴有什麼 就流水了 勞博工有脈 不用問都知道 聯想到 那些工人 不聽用 請一個工人欺負你 有沒有經常有朋友投訴 我請了工人都不好 這身 我連工人都管不上 又有些人 原來勞博也不好 或者有脈 也有 左邊有脈 就是三十前 右邊有脈 就是三十後 對不對 那有時候 那些人 再上少少部位 有脈 有時候 這個耳朵前面 這些位置 有脈 這個位 原來這個叫做命門 很多時候 女生這些命門位 都會有脈 男生比較少 整個這個位置都是 如果有脈 代表三十前身體不好 右邊有脈 就是三十後身體不好 如果左右都有 就是一身身體都不好 那就要鍛鍊一下 這樣說到這邊 好像差不多了 不如問問你們有甚麼問題 我先問 是 如果下巴有鬚 跟多鬚有關係嗎 鬚嗎 我們都要教的 下課才教你 不要騙我 師傅 你下山呢 額斜下巴射 那個人就是衝動 性格衝動 沒錯… 是否有個特徵 都是說不接受人家批評 即是不能說 如果鼻大就是 鼻大 因為你一定要看鼻 如果他本身額斜下巴射 很大的鼻 那就等於我們教那個小孩 叫做沽風獨喪 沽風獨喪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接受不到 周圍的人的意見 甚麼都要自己獨大 但他額車下巴車 他鼻不一定大 他鼻小也可以 鼻小就沒有這個問題出現了 不是說鼻高 是說大 大小 大小 是 師傅 那還有下巴 有些是長一點 有些是短一點 那些人 一定是下巴短 就好過下巴長的 是嗎 因為下巴短 下巴長一點 鬥一點 那個要做 你想做還是不用做 原來下巴短 下巴短 下巴短短 晚經無憂 鬥不一定要長 我們剛才說過 又鬥又長那個 不是說他很熬 做得好 做到七十歲都做 但是如果下巴短 短 因為短也有鬥 不一定要長 短得來鬥 是代表到六十歲之後 安享萬年 不用做了 我們這些短也算短 短,很幸運 那算不算長嗎 那算長嗎 我也看不到自己 都不記得了 我呢? 也短了 不過下巴還是要肥一點 才行 不然稍後收尾 誰有甚麼要問 不如我們 看你們的下巴 看你們的下巴 就說過了 稍後再給你看 這個下巴來說 不要笑 這個下巴 看到嗎? 向前繞 下巴繞,晚景無憂 這樣繞嗎? 算了 因為繞來說 不用像鞋抽 記住了 不要以為鞋抽才是繞 如果鞋抽那麼漂亮 不是,鞋抽這樣才叫繞 你也不肯 鞋抽反而不好 鞋抽也好 不過你又希望又漂亮 晚運又好 當然比鞋抽那麼好 你想想我畫那個 那麼胖的下巴那麼闊 你是女生 這個呢?這個算尖 是嗎? 這個尖得來 也合格 大粒嗎? 對 真的在家裡要漏水 你想想想很大 是嗎?下巴那裡 是嗎? 然後你看它的… 這個下巴兜 這個蘆布公兩邊 是不是粒? 很明顯有蘆布公粒 這個位置 糟了,管不了下屬 真可憐 是 然後… 你也挺熟的 你的臉 很明顯 歪得很緊要 你有沒有留意? 大小臉 是的,大小臉 左臉來說 就削少少 右臉就闊少少 即是代表 三十歲後 越來越熟得 這個就很明顯 這邊削些 這邊就明顯滑了出來 以後你就會觀察了 歪臉你就會看 幸好你是大小臉 不是歪臉 歪臉就是物質欲望 不平衡 然後這個下巴 這個下巴也是繞的 看不清楚? 又繞又短 然後這裡還有一顆肉 走出來 看老闆娘老了 也不用怎麼做了 不用怎麼捱了 是… 她也是下巴了 尖是不是? 尖得來是否也是繞? 是 所以尖也不要緊 千萬不要尖 加上向後去縮就行了 一定要繞 都是加分的 這個雙下巴 不夠寬 不過下巴會隨著年紀而變 這個不用看了 是雙下巴 你看他沒有什麼下巴 對 但有雙下巴就等於一個好的下巴 非常好 這個就像一個老人下巴 雖然現在這麼年輕 因為我們經常說 那些老人的下巴 像他這樣 中間一塊, 左右兩塊 然後那個肉 慢慢像老虎狗 倒下來 這就沒問題了 那些叫萬年非常好的下巴 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有這個街頭面相大測試 有沒有兄弟姐妹? 對了 這個微缺也代表跟兄弟緣分 不是, 有兄弟姐妹 你不如問探官再說吧 那如果人家沒有兄弟姐妹 那你不影響 那你也要判斷 我沒有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